北約峰會二十九號 在西班牙登場 會中同意為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並提出新的戰略概念 關注中國勢力崛起 所構成的挑戰 美國總統拜登也宣布 在歐洲部署更多海陸空部隊 包括在波蘭設置一個永久性的 陸軍總部和軍營 二方則表示 北約東擴破壞穩定 對安全沒有幫助 在面臨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最嚴重的安全危機之中 召開北約峰會 這是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所說 他表示俄羅斯總統普廷 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 破壞了歐洲的和平 北約完全支持烏克蘭人 英勇捍衛自己的國家 當天除了邀請芬蘭和瑞典加入 也同意自二零二三年起 將快速反應部隊兵力 從四萬增至三十萬 保護範圍涵蓋波羅的海 到黑海地區 並也發表新戰略概念 將把俄羅斯標示為 對北約安全的威脅 也首度將其注意力 轉向中國勢力 崛起所構成的挑戰 它為明顯示了 美国总统拜登 也宣布在欧洲部署更多海陆空部队 从西部的西班牙到与乌克兰接壤的罗马尼亚与波兰 这些包括设置在波兰的一个永久性陆军总部级军营 也是美国在北约东部地缘首都全面部署 俄方表示北约的扩张破坏稳定 对其成员的安全没有帮助 公式新闻黄毓林毕